常年期第十六周 星期二 谁是你的家人 公读圣马豆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 耶稣还同群众说话的时候 看 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边 想要通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 看 你的母亲托你的兄弟站在外边 想要通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所以伸出他的手持着自己的门徒说 看 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不计谁遵行我在天之福的旨意 他就是我的兄弟 姊妹和母亲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名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主耶稣的话呀 常常是不留情面 一针见血 刺痛我们的心灵 甚至逼得你啊 无路可走 无言以对 必须面对或者说 听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我今天把这两句话翻过来 谁是你的母亲 谁是你的兄弟 我们简单来说 谁是你的家人 我想无论是谁听到这些话 都会感觉到刺心 因为这话有点冰冷 生硬 刺耳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或者是谁是你的母亲 谁是你的兄弟 都有点刺痛 那么这话给我们一是反感 一是疼痛 一是让我们悔改 反感 其实天主的话就是要我们 刺破我们的感情气泡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不好意思 理子需要为面子让路的一种陋戏 什么是反感 就是让你感觉不好意思 就是让你感觉到丢脸 就是让你感觉到无处藏身 疼痛 那些根深离谷的毛病恶心 用不痛不痒的话是难以使其醒悟的 只有一见此心当头棒喝 或许才能够使人从梦中惊醒 另外悔改 也只有惊醒了才会有真正的悔改 从事之中贴着的话最后一定是使人悔改 所以下面咱们就从这三点来默想 今天的福音 咱们先说反感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主耶稣这句话 我想首先是有点反传统 传统的意思是什么 你母亲 你的兄弟来找你了 你应该见见他们了 应该特殊一点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庭传统 家庭是我们人类传统的基础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最基本单位 我说耶稣反传统 那意思说 耶稣在和人类为敌 那问题的关键是 耶稣为何要反家庭的传统 家庭是天主建立的 家庭的秩序 家庭的意义 家庭的目标 都是天主创造的 那为什么耶稣还要反传统呢 这是由于原罪 家庭从最初就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我们看原祖父母 加音和亚伯尔的杀戮 那其实是家庭最初被破坏的 那种描述 所以耶稣这句话 是让我们从完美主义 从梦幻中惊醒 我见过很多人 他们张嘴避嘴 都是夸赞自己的家庭 哎呀比如说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兄弟从来不吵架 我们的家庭从来都是怎么样 把自己的家说的是天花乱坠 我不知道大家相信不相信 反正我不相信 为什么 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家 为什么 因为每个个体不完美 不完美的人组成的家庭 又怎么能完美呢 最多说你的家庭 比别人的家庭 从这方面看好点而已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 都是出生在一个罪恶的家族 咱们祖先都是罪人 一个罪恶的家族 又有什么可自夸的呢 主耶稣都是来自一个罪恶的家族 罪恶的家族 那更何况我们 所以耶稣的话就是刺破我们的虚伪吹牛 有些人张罪一个老祖宗 避罪一个老祖宗 事实上我们哪个老祖宗不是罪爱累累 哪一个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罪孽 我们不要吹牛 难道我们的祖先没有罪 咱们看看以色列子们的历史 就是我们家族历史的写照 当然我们也承认 祖先的罪过 并非失去对他们的尊敬 我们也不否认 在咱们的祖先当中 也有一些好的 圣德的高贵的 但是无论如何 也不要祖宗崇拜 把他们当成神 特别是咱们 也能把祖宗当成神 一提祖宗 当神一样的拜 其实圣语上说 天主求你宽恕我们的罪 更宽恕我们祖先的罪 实际上这是以色列子民的祈祷 他让我们从一个以色列子民 和周围的列强不一样 周围的列强都是差不多 跟歌颂自己的祖先 而以色列子民从开始就是说 我们都是罪人 包括我们的祖先都是罪人 另外 耶稣反家庭传统 不是反对正常的家庭秩序 天伦之乐 而是针对那些被人操纵 扭曲变质的家庭传统 比如说 一夫多妻子 一夫一妻多妻子 冷酷的长子继承制度 那种敌呢 孰了 把家庭分的是三六九等 排除外人的小家庭制度 等等 还有一些狭正的家庭观念 主耶稣挑战的是这些 而这些所谓的家庭传统精神 其实是家庭的最大迫害者 说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耶稣挑战的是这个 因为这些人给耶稣说的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来找你来了 他们带着是世俗的那种强调 再者 耶稣反对家庭 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帮派主义 其实家庭可能是最小的帮派 因为分党分派是破坏真爱情 真友谊 真信仰的巨大力量 一说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家 别人的家就不是人了 感情和真理 遇到党派 分党 分派 就好像羊鹿虎口 有去无回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 要从一个具体的毛病恶习中脱离出来 也比从这些败坏的传统观念中脱离出来容易的多 因为这些观念是根深离骨 深入骨髓 而天主的话就是刺破我们的骨髓 让我们疼痛男人 那么下面咱们疼痛 当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其实是刺痛人的灵活 让人感觉到痛 什么痛呢 如果你真想建立和谐真诚的家庭关系 你的心就会痛 如果你真正的爱你的父母就会痛 耶稣这些话 比如说当你说这是我的父母 是耶稣的问 你真的把他们当成父母一样 去侍奉和笑爱了吗 你有多长时间 没有真正的笑爱过父母了 你的父母生病的时候 你有没有着急过 当你说这是我的老婆和老公时 耶稣也在问 你真的把他当成你的爱人吗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爱人 什么是妻子 什么是丈夫 你真的懂吗 什么是忠诚 什么是信任 什么是牺牲 你能做到吗 当你说这是我的孩子 那耶稣也问了 他真的是你的孩子吗 他们到底是你的孩子 还是你的炫耀 的工具 当然你会说 不是怎么会是工具 那耶稣问你 那他一点都没有 再问 你是怎么教育这些孩子的 或者你有没有教育过他们 关心过他们 特别当他们最困难的事情 不过 你知道什么是他们最困难的时期吗 我想朋友们 咱们上面这些问题 可能让你不舒服 那就是让你疼痛 因为你的心 因为缺乏真爱而疼痛 或者因为你的心 自私 以耶稣的话 修会而疼痛 或者你的虚伪 被耶稣的一针见血的话 刺痛而疼痛 或者你的完美的泡沫 被圣神的暴风戳破 揭穿而疼痛 总之 天主就是让你疼痛 我想说 如果你还有疼痛的感觉 我为你高兴 因为你还没有达到 病路高荒的地步 相反 假如你演着耶稣的话 还不因为让好感觉 我觉得你真的需要 好好地反省反省了 有的人提到了这些话 他不痛 他没有修残 没有满面 我想这才是 真正的可怕的 如果你对我的话 感觉到怒从心起 你觉得你应该反省的 第一个 是否 你是一个政客 或者是奸商 因为有人说 成熟的政客 那六亲不认 成熟的奸商 也要无都不少 我想你不是 不过即使是 也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还可以悔改 这就是我们下面说的 悔改 悔改必须要说 从哪里悔改 怎样悔改 咱们先说 从哪里悔改 听了今天耶稣的福音 谁是你的父母 谁是你的兄弟 你有吗 我们通过 耶稣的这个话 这个话 其实很痛的 我觉得需要的是 从具体的罪恶中悔改 即从眼下 我们正在伤害着家庭 家人 爱人 朋友的罪恶行为 真正悔改 怎么悔改 悔改一定是具体的 在具体的地方 特定的对象和事件 一个大概笼统的悔改 不叫悔改 只是简单的说 我不再犯了 还不够 还要说 不再犯哪个罪 不去伤害哪个人 你忽略了哪个人 忽略了哪个爱 其次 悔改就是去爱 去做那些该做的事 天主十节第四节 孝顺父母 不是一句空话 教育子女 更不是一句空话 父母需要的 不是金钱和衣服光 今天父母更需要的 真心的爱和陪伴 一颗感恩的心 做子女的 不能将父母当成宠物 世上很多父母 连宠物都比不上 因为宠物比父母 你照顾的都周到 各位朋友们 今天咱们看看 大街上的老人们 何等凄凉 前不久我还听说 一个老人忍受不了寂寞 从楼上跳下而死 今天在这个独世化的生活下 有多少家庭 变成无情的坟墓 有多少家庭 被孤独寂寞清晰 有多少宅男宅女 孤独的叹息 这些不都是 耶稣这句话 谁是你的父母 谁是你的兄弟 谁是你的姊妹吗 你认识他们吗 今天我们这个都市 越来越走向冷漠 走向孤独 同一栋大楼上 住着那么多人 每个人都把自己 关到一个小笼子里 比旁边的人 互相不认识 通上一个电梯 大家都冷落冰霜 低着头 谁不说谎 我们这个世界 看着拥挤 但是我们谁都不认识 看着人来人往 但是大家孤独寂寞 天下大同 天下一家的思想 真的我们达到了吗 所以主耶稣说 看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主耶稣这句话 是挑战我们的 不计谁遵循 我在天之父旨意 他才是我的兄弟 姊妹和母亲 什么意思 当我们说 我们的兄弟 我们没有 是因为我们没有 遵守天下的诫命 爱的诫命 我们没有遵守天下的 爱的诫命 其实我们就没有 兄弟姊妹了 其实今天你看看 有多少人 好像没有兄弟姊妹 为什么他没有爱 没有情 没有感恩 眼中的只有钱 眼睛里只有什么 自私 没有爱 今天我就见过 多少亲兄弟姐妹 活不出爱来 多少夫妻 眼中也没有爱 所以朋友们 能够拯救我们这个世代的 只有遵守天主的诫命 特别是天主十节的 第四节 从这里开始 我们才能做到更多的 如果你连你的父母兄弟 姊妹都不爱 你不要给我说 更高深的爱德 那就让我们从家人 开始爱起吧 让我们祈祷 主耶稣 求你派遣圣神 用你的话 刺痛我的心 是我真正的悔改 让我脚踏实地 首先从身边的人 去做起 你是天主 永生永望 阿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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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